我对空间有绝对的掌控权 我可以给你随意尽出空间的权利啊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银忧偷偷跑出去玩啊 遇到什么危险了 好吧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相信你吧 走 我们去见银忧 深渊的话 说到一半 戛然而止 脸色大变 银忧在雪雾的边缘 她想要出去 有人要带她出去 云青皱眉 随后想到了乐渠和乐盈 我要去找银忧 乐渠已经站在雪雾外面 而雪雾里面 是满脸苦恼的银忧 和着急生气的乐盈 乐盈火器不打一处来 不管是拉还是推 都没让银忧走出雪雾 住手 深渊一声爆喝 狂风一卷 顿时把银忧给卷到另一边去 你们要私自带走银忧 哼 我们要做什么关你什么事 你别假惺惺的呢 难道 你的目的 跟我们的不是一样的 我是想要银忧帮忙 但是你们这样强行带走银忧 还有脸说跟我的目的是一样的 什么叫强行带走银忧 明明是银忧自己想出去 别装了 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你就是想撕吞幽冥之花 你们别吵了 我 我没事 银忧 你的血 怎么又没了一滴 哼 他害得我哥哥生病 赔给我哥哥一滴血怎么了 神月 是我的错 我害得那位哥哥生病了 我才把自己的血给他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的血没了就是没了 不知道有多少个百年 才能凝聚出一滴来 你看看你现在虚弱成什么样子了 你为什么还是这么不听话呀 他生病了 明明可以吃别的草药就能治好的 明明用不到你的血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 我 我错了 神月 你别哭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对不起 神月 你对不起的是我吗 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 我以后没有你的点头 绝对不把自己的血给别人了 好不好 你别生气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 银忧的血是用了就没 是我的错 我只是着了风寒 是我妹妹太担心我了 才会口不择言 对不起 没事没事 怎么说也是我的事 我应该把你治好的 银忧 神月 更生气了 他这还没消气呢 他居然还不知道 自己错在了哪里 神月 我知道错了吗 可是这一次 真的是我先对不起他们的 我 我要是不把他们给治好 我心里会过意不去的 我应该把你帮助